新小棋动灵状态。自保168三大秘方,运动一小时吃6分保睡足8小时。 出道31年,以!病悟!味道!承认等多首快智人口金曲走红,堪称疗伤戏歌后鼻祖的新小棋,在千呼万唤下,终于要在今年9月29日首次站上台北小巨蛋开场, 举办新小棋巡回演唱会,并宣布于4月15日下午1点于KKTIX售票网正式开卖。 睽伟12年没在台湾办演唱会的新小棋,曾以无数经典好歌征战各地演唱会场地,就只剩自己家乡的台北小巨蛋霉灯台唱过, 这次为了首场公蛋卯足全力的她,内容、彩排都提早作业并且亲力亲为,就是为了要给歌迷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如同演唱会名称《人生若智如初见》的概念,希望把每位歌迷对新小棋的经典歌最初的感到都留在心中。 问新小棋有没有信心演唱会票房秒杀?她笑说,对于秒杀这两个字很惶恐。 我从来不敢想秒杀这件事,因为在台北这么久没声音,很怕歌迷遗忘我。 其实我不求秒杀,但我求完兽,希望我的演唱会门票可以卖完。 如果真的传出秒杀捷报,我很乐意英歌迷要求加场,满足美味之音朋友。 如果真的传出秒杀捷报,我很乐意英歌迷要求加场,满足美味之音朋友。 这次新小棋首次公弹的演唱会,特别再次与老东家滚石唱片携手合作,可以说别具异议。 因为许多新小棋的好歌及精彩演出,都是从滚石这个大家庭绿绿出来的。 也因为当年的滚石提携,让新小棋成为家喻户晓的疗伤歌后。 滚石唱片特别选在美轮美奂的美福大饭店举办新小棋演唱会售票记者会,在开场新小棋从出道以来的回顾精彩VCR中呈现这些耳熟能响的美声金曲。 宛若搭上时光机般令人感动不已。 由于经典歌曲太多,新小棋坦言曲目一改再改,目前已经改到第七个版本的她笑说,这个第七版歌单应该是最终版本,我有信心更让大家喜爱,而且很想赶快唱给大家听。 问新小棋结实在演唱会上会邀请嘉宾吗?她表示,关于嘉宾部分,老实说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 因为我的演唱会节目其实不短,因为光歌曲就有50首歌。 但如果有一人好友想要共襄盛举,我当然很欢迎。 。 撑住记者会,人员超好的新小棋,特别让圈内议员大咖好友包括, 李宗盛,周华健,吴秀波,哈林,苏睿,赵又婷,高远远夫妇道,张震,嘉静文,修杰凯,A,李宁,骗官,明导,海青,欧汉生等人现声录下VCR祝贺。 其中偶像明星出身的明道竟然在VCR中表示,我是新小棋的超级粉丝。 很遗憾我现在在泰国拍戏无法出席记者会,但29分之9演唱会当天,我一定会买票支持到现场去听小棋解唱歌。 问新小棋跟明道的渊源。她笑说,有一次装发师拿我的专辑拿来给我签,希望署名明道,我知道之后觉得很惊喜。 因为没想到有哪一代的演员会喜欢我的歌,真的很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